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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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有十幾個人是當場死了的 之後就花了以月的時間來去收拾殘局 還花了超過兩三年的時間 才完全將那個海底轉出來的油洞漏出來的油去堵塞了 所以可以說 目前來講這個叫Deep Water Horizon的這次事件 就是一個最嚴重的一次的流油事件 就是無論以量來計及補救的成本來計 它也都啟示著我們現在的轉油技術 轉得越來越深 面對這些困難越來越大的時候 那個風險也越來越高 那它爆的原因是什麼? 這件事真的要講一下現在的事後分析是怎麼一回事 你不要想著純粹就是那裡有人吃煙 點著了一些燃氣體爆的意思 能夠爆到一個這麼厲害的 厲害到就是將原本你探了下去的那些鑽頭 那些油管都爆到爛了 然後那個爆炸上到來 連鑽油台上面的人都爆死了這麼多人的話呢? 它是一個很涉及的範圍很闊很大破壞力很高的一個爆炸 那首先就是說 你的鑽油台那個鑽頭探下去呢? 那其實就不要想到純粹好像我們打水井那樣 你打水井呢 都有個風險就是你怕周圍有塔坊 就是原本的井周圍那裡是倒了下來 倒了井 然後下面滑的人就死定了 是不是? 就算是鑽油你都怕這些情況的 而且你鑽那個洞越深的時候 那個塔坊的風險是越高的 所以一路去鑽探為什麼成本的技術要求越來越高呢? 就是我們往下面鑽得越深的時候 那個壓力越大 就是啦 還有就是溫度都會越高 還有周圍那個涉及地質的複雜程度越多 還有那個塔坊的風險也都越高 那所以呢 那個麻煩位就是這裡 那當時的這件事件呢 現在看看就是什麼呢? 它是一個已經是一個挺典型的一個高壓的油井來的 那所謂高壓的油井呢 轉回我們熟悉一些的單位 大約它那個轉到下面的時候呢 那個環境是去到一千個大氣壓那麼厲害的壓力來的 就是你有個鑽頭在那裡這麼深的那裡轉動 就是突然之間那裡可能有一些洞洞出來 就有一些天然氣噴出來啊 這樣子的樣子 那它這個爆炸就是怎麼樣呢? 就是下面那裡突然之間那裡這麼高溫的環境 遇著有一堆甲苑這些天然氣就走進去那個鑽油 你探過鑽頭進去那個洞那裡 你只要那裡是有些氧 有些沼氣 就是那些天然氣啊 又是一個這麼高溫的環境呢 是很容易爆的 然後呢 如果你那些空氣一直是在沿著整個那個鑽油那個洞裡面 一直都有的時候呢 再加上周圍的那個壓力這麼高呢 就是那些天然氣一下子擠出來 連那個爆炸一起去擠出來爆上來 那所以那個爆炸呢 基本上就是由你轉到下面那個天然氣的那堆氣體 加上那堆高溫 加上那裡參加了不應該有太多的外面的空氣在那裡的時候呢 就一次過由地底那裡呢 一下就爆了成10公里這樣爆了上來 那就一個非常之嚴重的事件 就是中間那些鑽頭啊 那些這樣的鑽井啊 整支下去的結構就爆到爛了 然後下面呢 原本你擺定一個蓋在那裡 就是這樣的 它的鑽就不是就像你鑽牆一樣 一個電鑽就鑽下去那條牆路這麼簡單的 你都知道如果在家裡裝修呢 如果你不想鑽天花板一直在下面在那裡食塵的話呢 有個罩的嘛 跟你載著那些塵的嘛 那就令到你周圍飛起的塵就少很多的 那麼其實呢 在這些這樣的鑽探鑽石油那裡一樣有的 你一定要首先呢 放個蓋下去 那個海藏地底那裡 然後那個蓋上面是特意開了預先設計的 還是有個洞給你去放個鑽頭來轉下去 所以一路轉的過程來講呢 就照計就盡量令到周圍的影響是少一些 也就是令到更加很容易控制 就是最後如果轉到油出來呢 那裡就直接有個固定的結構在那裡 就變成一個開彩口了 就是一件這樣的事來的 那就是這個爆炸令到就是說呢 整個開彩口都不能重新再蓋上蓋下去 這樣搞法 前前後後 從2010年搞到2013年都還沒 就是才叫做搞定了那樣的意思 那如果這種現象呢 我們在平時可能我們都看到 可能我們開過 挖過路 遇到沼氣 它有些東西點著 都會爆的 是嗎? 是啊 那當然如果路面那些 比較近地下的那些東西呢 就相對容易 它都接觸到空氣 你到處不要點火 讓它自己散走了 那就算了 是不是? 但是去到油井的話呢 你簡直是希望它不要爆 你要知道就是 那個天然氣 它遇到高溫 它不是就這樣就爆的 它一定要有載燃劑 那載燃劑就是那些氧氣 所以你一定要首先 令它不要接觸到那些空氣 所以這些高溫高壓油井呢 難的地方就是 你一路轉頭下去的時候 你不要有任何外面的空氣一起下去 而且就是 講一下再仔細一點 就是說了 我們先前那一兩節有提到 你去鑽東西的時候呢 你都要下潤滑劑的嘛 那現在呢 就算鑽東西 它都要下潤滑劑的 原來呢 去到一些鑽到這麼深的這些石油鑽探的時候呢 是你一不停地 除了你要放一個鑽頭下去呢 周圍你是不要有些空氣跟著下去的 你是一路要繃著那些東西下去 那些東西呢 它們有個名字叫Jilling Fluid 或者叫Jilling Mud 就是你可以說是一些 拿來去倒下去你那個鑽孔的一些泥漿 當然不是真的普通的泥漿啦 但是它是一個可以給到一個潤滑的作用 還有加壓的作用 還有堵塞著令你不要有任何空氣下去的作用 就在這裡 所以你普通的那些打井 你就這樣 人下去就空氣跟著下去 但是你越是轉心的東西的時候呢 尤其是這些牽涉到燃料的開採呢 你就一定要顧及到就是 你不要轉到下去的燃料就首先燃燒爆炸先 所以那種防消防爆呢 是那個技術最困難的所在 就是你還要克服一個這麼高溫高壓的環境之下去做 那所以你說呢 那些所有的石油公司呢 它最先進的那些鑽探技術怎樣克服這些高溫高壓呢 全部是賺錢的商業技術核心資料來的 那所以今時今日就 譬如在科學生之道呢 只能夠講一些很基本的概念 那譬如說 你的鑽頭放了下去 就是你連蓋子連鑽頭放了海藏之後 轉轉轉轉轉 那當然你一直有條管 就是說你不要讓海水湧進去啦 你真的有條管通上來 而這條管除了讓你拿去放鑽頭下去之餘呢 你是會再倒一堆那些這樣的泥漿下去 它那種鑽是拿來給鑽頭 拿來去做控制溫度啦 保持住鑽底 即那個下面的壓力啦 你倒一些東西也要有這麼重的 因為你倒下去那個鑽頭 拿來鑽頭 輔助鑽頭那些泥漿 你那種鑽頭 你是一路會繃進去這個洞裡 然後你又要同時抽出來 因為你一路會繃 你有很多雜質的碎石要拿出來的 你就再一路繃一些很純的這些這樣的鑽頭下去 就再抽一些不純症的出來 一路有維持的循環系統在這裏 而且這些漿很特別啦 尤其是在這些高溫高壓轉探的油井來說呢 它是需要用一些密度很高的 為什麼要這麼說呢? 我們知道呢 水越深壓力就越大 你如果在海藏底轉探的時候 周圍已經有一個很大的壓力壓下來的了 就是基本上呢 它隨時是準備將下面的東西擠上來 就好像擠暗艙那樣 上面已經有很大的海水壓力壓下去 你還在上面轉個洞 裡面的東西都噴了出來 所以反過來 你自己的鑽頭都要給一個很大的壓力去墜著它 墜到周圍的海水都擠不到它的東西上來 所以它其中一種 對於這些這樣的鑽油公司 剛剛出事 就是講2010年出事的那個鑽油台 是英國石油BP的鑽油台來的 不止BP鑽油台 各個鑽油台 它們都會很用心研發一些 這些拿來倒下去那個鑽探孔的那些漿 那些Juling Fluoride 或者Juling Mud 它們是很用心請一些化學家來研究的 我們希望它 使得高溫 而且就是說它的密度要夠高 最好是海水的兩倍 於是倒下去的時候 它不單止是可以平衡著海水 還可以壓著海水轉頭 將裡面原本想湧出的天然氣都壓著 令它擠不到出來 於是只能夠你前面一路轉下去 到最後你真的想要開採東西的時候 你才放一條飲館下去 等它上來而已 但是如果你這堆這樣的Juling Mud Juling Fluoride 這堆這樣的鑽漿 這些做得不好的話 它遇到高溫 它會變質 比如說舊一代的技術 它的漿是用水開的 用水開的話 水會滾的 接著會變氣體的 會變質的 沒有了那個能力的 那現在就要用一些 可不可以用一些叫做柔溶性的鑽漿 有潤滑之餘 但是它就是沒有那麼容易去變質的 你要想這些 還有這些漿呢 這個液體呢 它會再混合一些 含有比較重的金屬元素的東西進去 令到整件東西的密度是會高一些的 就會重一些的 那些漿就會成為一個真的可以幫你去輔助轉探的材料 那現在呢 有一個最新的 既是回憶錄 也是新枝 這一節就要 那就是說呢 其實剛剛最新的一個消息就是說 在克服了上次那個 Deepwater Horizon 墨西哥灣這個流油事件的悲劇之後呢 其實這個現行的石油公司它的轉探開採技術 又進步了一個Generation了 可以說 那以往就是我們希望能夠挑戰到 一千倍大氣壓的油廠 但是如果是那些超過一千倍大氣壓的那些呢 就不敢挑戰的 其實我們知道還有很多的石油殞藏在那裡的 但是呢 因為它所需要的那個轉探那個技術條件更高 它裡面更高溫 更高壓 我們的器具更加難克服它 但是現在呢 就是剛剛呢 這個星期出現了 就是這幾個月啦 都出現了消息就是說 我們已經有油公司是挑戰到呢 去轉探一個呢 是超過了一千倍大氣壓力的那個的石油的來源 那這些這樣的油田 油井 你能夠挑戰到更加高的壓力呢 就代表著呢 以往更加多探不到的油 現在變成探不到啦 如果一些統計數字可以說出來聽一下 就是呢 在2023年度呢 全球那個原油的開採量呢 大約就是這個九千六百萬桶左右 那你當一億啦 齊頭一億 一億桶 但是原來呢 如果我們將那些很高壓 以往我們認為不夠的技術去開採的油田的殞藏量 去計算 原來那裡有五十億桶 就是抵得上2023年五十倍的開採量 那就是說呢 真是的 我們記得三十年前說 那些石油可能不開採多三十年就沒有了 但是結果三十年後 我們又說還有五十年 現在再告訴你 其實再有五十年了 那當然啦 是不是代表著可以亂用呢 我們現在有新的限制了 最新的限制就是我們碳排放的限制了 就是我們不可以再恃自己 可以開採到更加多的這些碳氫原料呢 就亂燒 我們就要想一下 不要將太多的二氧化碳排放去大氣 其實反而由這裡給出了限制出來的 所以很大機會 如果我們人類認真地去處理這些環境的問題呢 去到2050年 我們可能全世界沒有什麼人用這些石油化工原料 那接著 其實它還有很多 不過我們不再開採 用了新能源 那最理想的情況就會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說那個技術要這麼先進的話 是不是代表成本提高了呢? 是的 但是由他們那些採油公司搞得的 那他們一定都會計算了一個成本效益在裡面的了 一定就是 這些事情他們就不是不惜公本地去做的 他們是一定計算的那條數就是 我們可以找到一隻更加好的物料 去抵受更加大的壓力 更加大的溫度 還有那些輔助需要的那些材料 尤其是那些鑽探的那堆液體 我們都能夠做得好 還有我們將那個 鑽下去的那個油井 封鎖得更加好 就是要減低它的井噴 爆炸的那些風險 那這些東西都計算好了 然後還是有好處的時候 就會有人做 好 那我們今天完成了所有科學生資的環節了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2022 神秘的夜 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跟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就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 說要下飛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坐在隔壁的那個 就不是人類來的 大家不下飛機 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這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是坐在那個女人隔壁的一個 叫Shakeshifter 的東西 紀圖 你怎麼看呢 這個東西其實都不算新的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keshifter 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真的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ke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人呢 換句話來說呢 即是可能有一天觀眾在這裡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阿紀圖在這裡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就扮著我們在這裡做節目的 但是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麼有機會呢 那些人就在追著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著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那些觀眾看完之後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有錯了 其實我和阿紀圖就真的沒有夾過 但是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了 其實呢 就要有人扮演我們兩個呢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呢 就是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呢 就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那如果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的啦 那好啦 今天的神秘的夜就是這樣 之後呢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阿台長 不是真的我和阿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企圖 對不起